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菲卡在下窗引进中后场球员优化球队的实力 对前场并未变动 毕竟本菲卡的进球数据一向可观 在上赛季也是以微小劣势位居第二位 平局每场打入2.35球 在之前的热身赛中 本菲卡都是主力进出 只是让乔纳森和赛菲洛维奇两位主力射手打轮换 本场比赛这两名主力应该会悉数出场 同本菲卡一样 费内巴切野是上赛季土耳其联赛亚军 不过他们的热身赛成绩从表面看起来要比本菲卡好得多 取得二胜三平一副的好成绩 不同的是本菲卡的热身对手魏里昂 阿斯纳等五大联赛的强队 而费内巴切的主要热身对手为国内联赛成员 由于新任主帅刻苦比较看好从热刺租界的中锋杨森 在租界期买后 可能会继续续约 这将有助于这名饱受伤病困扰的中锋 安心地继续为费内巴切效力 球队正式签下的英超斯旺西身价 高达2000万边风阿游 对风陷进攻上 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 两队历史上并无交手记录 从目前的比赛状态来看 费内巴切要稍胜一筹 两支球队都是进攻比较犀利的球队 同时防守能力并不算出众 预测本场比赛 开大球的概率很高 预测比分本费卡 2比2平费内巴切 感谢观看 费内巴切对观看 费内巴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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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